欢迎来到我们的智库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美国评价医疗法案 ACA如何彻底改变了私人健康保险市场 特别是个人购买的保险和小型企业购买的全额保险计划 ACA自2014年1月1日全面实施以来 对所有私人保险的销售和运营规则进行了重大改革 使得保险市场在可及性、负担能力和充足性方面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在ACA实施之前 私人个人保险市场在许多方面未能满足大量现有和潜在客户的需求 我们将总结这些失败之处 ACA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以及该法律对注册人数、保险公司参与度和保险费用的影响的证据 在ACA全面实施10年后 以及自上一次严肃尝试废除该法案失败7年后 前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烈呼吁废除该法案 与此同时 代表三分之二共和党人的一个团体提出了一种方法 将联邦对医疗补助计划 儿童健康保险计划和ACA保费援助的资金削减超过50% 该计划包中还包括对医疗保险计划的重构 这样大幅度的削减将导致无保险人数增加 保险不足和许多急需帮助的人 在获得必要医疗方面的障碍增加 随着乔、拜登总统和许多国会民主党人 打算使通胀减少法案下 实施的临时增加的联邦财政援助永久化 2024年选举的结果 对国家的健康保险系统有着广泛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当今这个充满挑战和变革的时代 世界各地的机构和城市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从大学校园中的抗议活动 到战争17城市的文化复兴 再到国际间的军事冲突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当前社会的复杂性 还凸显了创新和适应能力的重要性 路透社的一篇文章 College Inc. Get Stakeholder 101 Crash Course 揭示了大学如何在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抗议活动中挣扎 这些抗议活动正威胁到学校的财政安全 大学依赖于学生和家长的高额学费 富有的捐赠者和有影响力的教授等一系列利益相关者 这些抗议活动可能会影响招生人数 捐赠支持并损害大学的声誉 大学越来越多地采用企业策略来管理抗议活动 但他们面临着更复杂的利益相关者集合 和一个不那么明确定义的使命 与此同时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一篇文章 Revitalizing the City Through Sticky Culture at a Time of War 展示了即使在战争时期 乌克兰的利维夫如何成功地通过 创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当代艺术中心 GEM Factory Art Center来复兴城市 这个位于一个荒废工业区的前食品加工厂 转型而成的艺术中心 立即成为城市最大的文化和艺术中心 该中心不仅是当代艺术的展示场所 也是社区文化生活的焦点 旨在成为社区经济复兴的催化剂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的一篇文章 Assessing Israel Strike on Iran 详细分析了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 这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 危险的来回攻击的最新一章 文章指出以色列在升级冲突和无行动之间走钢丝 同时向德黑兰发出信号 表明他能够对战略地点 如伊朗的纳坦滋核浓缩设施 及其更广泛的防空系统进行精确打击 这次攻击是一次精心较准的尝试 旨在威慑伊朗同时避免升级冲突 以色列的回应带有对伊朗最敏感的政治和军事目标 特别是其和基础设施的明确威胁 同时避免了进一步冲突的关键出发点 这些事件虽然看似不相关 但共同描绘了一个世界 其中机构、城市和国家 必须在持续的压力和挑战中保持灵活和创新 无论是面对社会运动、文化复兴 还是国际冲突 成功的关键似乎在于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并从中寻找到机遇 这些案例展示了在逆境中坚持和创新的力量 无论是通过艺术和文化复兴来激励社区 还是在国际冲突中寻求避免全面战争的策略 在探索媒体如何报道非洲、学术界的新进展 以及精英大学与言论自由之间的辩论时 我们发现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故事和重要的洞见 从经济学人对非洲的负面描绘 到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对媒体责任的强调 再到美国企业研究所 对于精英大学言论自由辩论的分析 这些故事揭示了媒体、学术界和社会对话 如何塑造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互动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强调 媒体对非洲的报道方式极为重要 2000年5月13日 经济学人的封面以一张背负重武器的男子图像 覆盖非洲地图标题为 无望的大陆 这一形象将近15亿人口 54个多元文化和多民族国家的大陆 简化为战争和纷争的象征 这种负面描绘不仅影响了美国人对非洲的看法 也对美国与非洲的关系产生了不利影响 美国媒体遵循的新闻规范 如血腥及头条 以及对危机和冲突的过度关注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 然而 非洲的真实情况远比媒体描绘得要复杂 许多国家正在经历经济增长 教育改善和减少儿童死亡率等积极变化 与此同时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宣布罪 Louis Rodriguez获得首届Martin J. Sherwin奖学金 表彰他在和历史领域的杰出贡献 Rodriguez的研究项目 谈判中的不平等拉丁美洲与核俱乐部的形成关注 国际安全威胁和全球历史 显示了学术界如何通过深入研究来解决全球性问题 在言论自由的辩论中 美国企业研究所探讨了精英大学内部的争议 文章提到了 Oram Hesney和Robert P. George之间 关于是否应保护校园反犹太主义者的言论自由的辩论 以及Michael Brandon Doherty对自由言论 在精英大学中的作用的看法 这些讨论反映了 在支持言论自由和维护社会准则之间 寻找平衡的挑战 同时也凸显了精英教育机构 在塑造未来领导者方面的重要责任 通过这些故事 我们看到了媒体、学术界和社会对话 如何共同塑造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无论是对非洲的报道 还是对言论自由的辩论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多样化的视角 和深入的分析 对于理解复杂问题的重要性 媒体有责任公正准确的报道事实 学术界则有责任通过研究和教育 来提高公众意识 而社会对话应鼓励开放 和尊重不同观点的交流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世界 促进更加公正和和谐的国际关系 在这个日益动荡的世界中 各国都在寻求方法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 促进经济增长 并在全球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澳大利亚的国防战略 调整到越南的反腐斗争 再到全球贸易和移民问题的挑战 每个国家都在为未来铺路 试图在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 在全球经济方面 中心战略与国际研究 CSIS的报告指出 中国正在通过创造性的方式 来促进消费者支出 包括将劳动节假期延长至5天来 提振旅游和消费 与此同时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保持利率稳定 尽管通胀率高于目标 在欧元区 通胀正在缓慢下降 但降至欧洲中央银行的2%目标 仍然充满挑战 此外 半导体需求的激增 极大的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增长 显示了全球经济中 不同因素的相互作用 在国际安全方面 也存在着一系列的挑战和机遇 例如 CSIS的另一篇报告 详细介绍了澳大利亚的新国防战略 该战略主要延续了以往的政策 但也做出了一些调整 特别是在通过否认策略 实现威慑方面 澳大利亚政府 计划在未来10年内 将国防预算翻倍 以加强其军事能力 尤其是在长城监视和打击系统方面的投资 与此同时 全球贸易和移民问题 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隐门胡塞武装 对印度洋深处的商船发动攻击 威胁到全球贸易的安全 此外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在国际移民会议上 突出了为新到达的移民和难民 提供融合支持的重要性 强调了通过对话识别差距 并共同创新新方法来应对复杂移民问题的必要性 在对外政策方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 两国寻求在紧张关系中寻找共同点 同时 越南的反腐行动 虽然旨在吸引外国投资 但也可能因为政治对手被打压 而让投资者望而却步 在提供国际援助方面 美国批准了价值950亿美元的援助包 以支持全球关键盟友 展示了在地缘经济战略中 除了制裁和关税等大棒之外 胡萝卜如外国援助同样重要 通过这些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在国家安全 经济发展 还是国际合作方面 各国都在努力应对全球化 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在这个过程中 创新的解决方案和跨国合作 变得日益重要 为全球政治和经济的未来 铺平了道路 在一个充满变革和挑战的时代 从美国总统 拜登对校园和平的呼吁 到对俄罗斯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 再到对尼日利亚军队 物机平民的调查 世界各地的事件 都在迅速发展 同时 美国的健康保险体系 也在经历着一场 由评价医疗法案 ACA 带来的深刻变革 让我们一起探索 这些不同领域的最新动态 看看他们如何塑造 我们当下和未来的世界 首先 《华盛顿邮报》报导 美国总统 拜登在一次校园演讲中 强烈呼吁抗议者保持和平 强调 虽然美国人有权进行和平抗议 但他严厉谴责了一些抗议者 所使用的暴力和恐吓手段 拜登总统的话语 强调了意义在民主中的必要性 但也提醒人们 意义决不能导致秩序的丧失 或侵犯他人的权利 与此同时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哈马斯表示 将派遣代表团前往埃及 进行进一步的停火谈判 这是国际调节者 试图在以色列和这个武装组织之间 达成协议 以结束加沙战争的新进展迹象 在另一方面 纽约时报揭露了美国指控 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化学武器 包括毒气 这违反了全球禁止使用这类武器的规定 这一指控 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社会 对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关注和谴责 在尼日利亚 人权观察报道了 尼日利亚军方 对2023年12月 在卡都纳州 图都恩比里社区 发生的一次错误空袭 进行了调查 该空袭导致85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虽然军方已对该事件进行了道歉 并承诺进行调查 但人权观察强调 未了重建公众 对军方问责机制的信任 尼日利亚军方 应该公开调查的详细信息 并为受害者提供赔偿和服务 最后 Urban Institute的一份报告 深入探讨了 评价医疗法案 ACA 如何彻底改变了 美国的私人健康保险市场 特别是对于 个人购买的 非团体健康保险 以及销售给小型雇主的 全额保险计划 报告指出 ACA通过禁止 所有既往病状排出条款 取消保险的年度和终身福利限额 要求保险计划 包括年轻成年人 以及提供预防服务等措施 大大提高了这些市场的可及性 负担能力和充足性 此外 ACA还创建了市场 提供收入相关的财政援助 以帮助人们购买全面的非团体保险 从而将无保险人数降至历史新低 从美国的校园抗议到国际冲突 再到健康保险的改革 这些事件和政策的发展 展示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正处于快速变化之中 这些变化不仅影响当下 更将塑造未来的世界面貌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